中央社专访总统蔡英文夫妻 中央社记者旅行会台北二日电 2018年选举 民进党是否和台北市长柯文哲合作备受注目 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说 民进党对台北市长提名采取开放态度 目前不急 他并说民进党有自信处理和不同对象的合作和竞争关系 近来柯文哲与中央关系紧张 包括前瞻计划及国安讲导争议 以及台北市警察局长人士权等案 柯文哲频频向中央开炮 蔡总统说 他对此事的态度是 双方有误会就澄清 有其见就多做沟通和刀容 但是必须彼此尊重各自的权责 民主进步党全国党代表大会日前 通过2018年直辖市长济县市长提名特别条例 非民进党执政直辖市和县市若有特殊选情考量 给京中职会决议后 另定方案执行 相关条款内容被解读为 是保留与柯文哲合作空间的柯文哲条款 蔡英文一日接受中央社专访时表示 全代会通过的选举规则是一个开放态度 不是针对柯文哲 是民进党整体行诉2018选举里面要形成什么合作或竞争关系的弹性空间 蔡英文说 柯文哲当年选台北市长时 很多民进党支持者热情相助 希望柯文哲为台北市做出政绩 但是对2018年民进党在台北市要做什么选择 还言之过早 被问到柯文 算不算是民进党盟友 蔡英文说 这是过于简约说法 民进党希望行诉的是每个阶段的竞争和合作关系 最重要是确保民进党在中央和地方都能顺利执政 1061002